在叙利亚战场 由于虚武装拥有大量反坦克导弹 因此旭金装甲部队的进展一直都比较缓慢 而且从2011年开始到现在 旭金已经损失了3000辆坦克和装甲车 这都极大的阻挠了旭金的前进速度 但是近三个月旭金在阿拉坡郊区和戴尔佐尔附近地区 一下子消灭了8000多旭武装分子 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 这也是开战以来旭金兼敌数量最多的时间段之一 这主要是因为俄罗斯送来的一种 号称死亡联合收割机的武器 在叙利亚漫长的城镇战当中 旭武装组织经常利用坦克的观察死角 在防武掩护下使用反坦克导弹攻击旭金坦克 而装甲坦克车辆最难的就是战场感知能力太差了 而且坦克炮很难对付那些高度比较高的目标 而俄军这款死亡联合收割机 就是坦克保护神的角色 BMPT坦克支援战车首先有47吨的体重 采用防地雷底盘装甲 其无人炮塔安装有两门双联装30毫米机关炮 车辆前部还有机枪 在炮塔两侧还有反坦克导弹 使用1000马力发动机 以再复杂的战场获得较强的机动力 俄军现在就是把这种根据车程战争经验研发和制造出来的武器 投放到叙利亚战场 以检验其在实战当中的真正作战能力 现在从实战看效果还不错 四门30毫米机关炮对一切可疑目标进行清理式精确打击时 让附近的对手都不敢冒头进行反坦克袭击 只能等待坦克部队抵禁 直接掩护续军步兵进入战斗 一直以来 右矿资源的贫乏成为制约中国核武器产量的重要因素 但随着我国在内蒙古地区的一项惊人发现 这种局面将发生重大逆转 微信关注风火军事 回复中国右矿为您揭秘